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故事要从我们台湾在2000年 我们这个GPS开放民间应用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卫星来知道我们的位置 那再加上这几年整个物联网的一个成熟 也让这个我们叫做地理空间资讯产业界 就像他们这种产业是做这种定位的 它不是一般的资讯服务业 做这种定位的这种业者 打开了另外一个生意模式的一个契机 那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 那最简单像我们看到的是像 像我们如果说在台湾 我们叫台湾大车队 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些个人的这种车子 他可以来帮我们做这种服务 帮我们叫车 那之后很多的商业的车队 比如说你今天运一些化学的石化的东西 或是运这种需要控温的车辆 或者是运这种气体的 有一些危险性的 或是有些需要控温的 或者是企业认为需要知道车辆 即时定位的 这个都非常适合用这种 卫星的车队来做这种管理 所以我们在台湾这几年事实上 已经有非常多的车子 都在这些系统里面 那很多厂商他们的车子 有这种几千部 那就会加入像这种看在大厂的系统 那你加入到他们系统之后 事实上对于这个厂商来讲 他们会提供一个平台 让你这个透过 你打开那个平台 它上面就有整个台湾的地图 你就会在上面看到 你们公司每一部车 在什么地方 目前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说你上面还有温度的控制 你到游标移到那边 就可以看到那个温度 那我们可以及时来看到每一部车 它从出车到目前的状况 有没有室温 它温度几度 那这个压桌具有没有被关掉 门打开几时 这些事实上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这种管理方式 对于这个业者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管理方式 那这里面呢 事实上它用到的就是一些 无线通讯跟这种感测技术 像我们刚刚讲到说 我们要知道这个 它的温度 它的湿度 等等这些东西 那这个就是需要 sensor 就是我们讲的感测器 那它把这个抓到讯号 能够透过无线通讯的方式 传回去 那现在我们 这个车辆定位呢 我们是从卫星 抓那个讯号过来 那这些感测到的这些讯号呢 我们可以透过 还有我们目前的位置 我们可以透过3G 4G的系统 把它传回去 这个比如说这家公司的平台 那你们企业呢 就会登陆这个平台 随时看得到 那在这里面呢 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就是在这种感测器的地方 那感测器呢 说实在这几年 也一直在进步当中 那它整个微型化 那数位化 智能化 多功能 那网路化 所以这个变成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让这整个企业 能够在比较低的成本运作下 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那另外呢 它在这里面呢 也有包括 整个定位的系统 有的是在这个室内的定位系统 那像我们可以用iBeacon 那有些是这种GPS的定位的系统 等等 那有了这些的感测器的协助 整个物流呢 就有一些新的一个风貌 除了这些sensor之外呢 像我们在一开始做 智慧物流的导论 我们也谈过就说 整个智慧平台的建立 智慧平台呢 事实上就是你抓了这些讯息之后 我们能够做一些智慧化的决策 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云端服务 我们把所有资料丢到这个云端 那我们可以从不同地方来抓取 我们的这个资料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从这么大量的资料里面呢 我们可以来做这种巨量的 一个资料的一个分析 所以呢 就是说我们采用云端的好处 就是说你不一定一定要 像我们过去都单机单机 你一定要到那里才可以得到服务 事实上我们把所有东西抛到云 那我们在全世界各地 都可以来截取我们要的一个资料 那整个物流呢 它基本上它到处移动 那个车子移动的过程等等 还有它的这个温度啦 还有它是不是开关门 它整个压缩机的状况 我们都可以来监控 那这些资料呢 对企业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要资料 它可以透过这个资料 来做很多的预测 比如说需求预测 那做风险的管理 那做维修方面的一个管理 所以这个对企业来讲 运用这些智慧化的方式 可以让整个效率更为的提升 那这个是我们刚才讲这家公司 它们的一个模式 那各位可以先看到 就是说车辆 左边这边这个车辆的部分 我们是假设就是一部车子出去 那它里面呢 就我们讲的所谓的测机的系统 那这测机的系统里面呢 它会搭配这些像这个条码机 这个刷卡机 等等这些的这个系统 那这些系统呢 就是让车辆出去 能够做服务的一种功能 它今天测量跑到什么位置 那它透过卫星可以知道 那我的温度 那我的开关门的次数的状况 那里面的湿度 我都可以透过这些sensor 那透过这种无线通信的方式 把它传回到这家公司的 传回到基地台 它传回到这家公司的这个平台里面来 那所以呢 所以呢这时候呢你的客户端呢 就可以来随时透过internet 不管是透过这种手机 PDA电脑 可以随时来查你们的资料 那所以这对企业来讲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管理系统 比如说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说你是运化学炒车的 那这公司来讲 你是不是会很担心 中间有没有出什么状况 因为那个一出状况就是公安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系统呢 就可以知道它的状况 知道状况我们就能够事先做很多的预防 那我们如果说做其他的 像我们这个需要这种冷链控制的这种运输 那它也是一样 它也需要知道说 这个出去的车子 它目前温度是几度 那有时候你的司机可能会把东西放错位置 那可能门开了忘了关 或者是压收机被它不小心关掉 这些问题的话呢 事实上我们可以随时监控 那通知那司机 你有什么问题要赶快改进 那所以这种系统呢 基本上对于整个车队管理 它到外面动态的在跑的状况 我们可以做好及时的一些监控 跟品质的控管 整个这个冷链运输的解决方案呢 我们刚刚事实上也讲的差不多 就是说他们的这种方案 大概就是说 他们会有一个叫做IDU 这种智慧资料收集器的系统 它可以来感测 温度压缩机的开关甚至湿度 还有这个门 什么时候有没有开关 那可以掌握整个低温物流车 它还有仓库 它里面这个仓库 或者是冷冻柜的即时温度 那通过这些开关压缩机的侦测 我们可以了解说 为什么你会有这种室温的状况 那赶快做出应变 避免你这个品质的一个损坏 那另外呢 它可以来提升整个运输的一个品质 那让这个货品能够准时 而且是在品质保证情况下 运到我们客人的一个手上 那这个报表图呢 是业者就是他们的系统 可以呈现出来的 那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 它的标准值跟期望值 还有实际值 那这里面也可以看到哪个物流室 它出车状况 什么时候温度大几度都可以看得到 那包括你这个是不是有怠速 那门是不是有开关 这资料都可以从这里面的图可以看得到 那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从后台我们可以看到异常状况的一个管理 比如说像它这边像第一个是冷藏 那它有这个最高温跟最低温的规范 那平均温度 那之后呢 它有没有累积的异常 像目前累积的异常呢就是超过了三次 那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它异常的状况有几次 那它多久 那之后呢这个异常时间有多久是几年几分到几年几分等等 所以我们透过这些事情呢 我们就可以来做更好的管理 那比如说有时候也许是中午 中午温度太高了 所以它虽然都有打这个压缩机都在打 可是温度太高在列阳下它就是打不到 可是你到下午也许它温度就OK了 那所以在这情况下我们知道 可能我们压缩机的能力不够 或者是我们整个车厢的保温已经不行 我们可能要换整个车板 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的很多讯息 包括它什么时候发生 发生过几次 我们可以知道问题可能会在什么地方 那再来做探究 那比如说你今天如果是这个另外状况 就是你已经室温了 就发现因为压缩机被你关了 那你就要去问说 为什么你的物流室会把这个压缩机把它关掉 它有去误触或是怎么样 那如果是误触的话 那我们就要来看说 为什么它容易误触 那是不是我们摆了位置 让它在拿东西的时候可能会碰到 那所以像这些状况的话 我们都可以透过事后这些来做进一步的改善 那透过一次一次的改善 整个品质 我们就可以达到好的一个品质的一个程度 那另外呢 这些就是它的一些温度的标签 右边那个就是我们温度标签 那我们可以透过手机的方式 来看得到来做随时的监控 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整个行动化之后 它的一个便利性的地方 我们刚刚谈的这个看车大的例子 它事实上是台湾目前做这个服务 比较大的一家公司 那它这个服务让我们整个车队管理 变得更为的有效率 并且更为的透明化 那透明化呢 一直是我们在谈这种现代物流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看车大的这个服务呢 也运用了非常多新的一个智慧物流的技术 那希望这个案例呢 能够各位一些不同的形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